我的外国朋友经常会问我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双标呀 我反问他 我们哪里双标了 他回答道 你们中国人都说 左眼跳财 右眼跳财 为啥左眼跳的时候 你们高兴地认为自己要发财了 右眼跳的时候 你们却总会嘟囔一句 我去他的封建迷信 这难道不是双标吗 还有就是 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信教 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却喜欢临时抱佛教 神仙仿佛成为了你们的一种道具 这难道不是双标吗 我听到他的回答 当时就笑了 这个问题 他还真问对人了 因为他问了一个山西人 所以我用原则 我们山西的神话故事 好好给他上了一堂课 都说20年中国看深圳 100年中国看上海 1000年中国看北京 5000年中国看山西 没有山西省这块风水宝地 中国的历史 可能真的要往后延迟1000年 为什么山西会如此重要呢 这和一个叫做大雨治水的神话故事有关 纵观中外的神话是 你会发现在人类的早期记忆中 都留存着对洪水的恐惧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上古时期的地球气候 和今天大不相同 地势低洼的地方 经常被洪水冲垮 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 故而山西这块地势较高 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的地盘 就成了早期人类的乐土 通过地图我们可以发现 山西省总的地势是两山加一川 境内山卵叠仗 丘陵起伏 山地和丘陵的面积 占了全省的80%左右 正好适合早期的人类部落 在这里定居 因此成为了最早的中国所在地 然而即使居住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洪水还是会殃及华夏先民的生存 这事要是搁在西方神话里面 他们的上帝早就用诺亚方舟来拯救他们了 但是华夏族是务实的民族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大约 即使他的父亲滚之水失败 他仍然相信人定胜天 他花费了13年的时间 带着博弈 后继和一批助手 拔山涉水 风餐露缩 治理了奇山 金山 雷神山 太阅山 太行山 王窝山 长山 底柱山 结石山 太华山 大别山等等山脉 长江以北的大多数河流 都留下了他们治理的痕迹 他征服了洪水 为华夏族赢得了生存壮大的机会 所以对比中外的治水神话 你会发现所谓的诺亚方舟 就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富人带着他们的鸡鸭牛羊 一溜鸭的跑了 穷人只能等死 现在的西方社会不也是如此吗 而大禹治水 是典型的坚守主义 有力量的统治者 为国为民 风餐露宿 民众赶怀前 修庙铸殿 精神代代传承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 能延续五千年之久的秘密 我们没有信仰吗 非议 我们信仰的是 我们先被百折不挠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 最早就是在山西孕育出来的 山海经北山经有云 发鸠之山 其上多折磨 有鸟烟 其壮如屋 文首白慧 赤足 名曰金卫 其名自交 没错 金卫填海的故事 也发生在山西 发鸠山就位于山西省长治市 长子县 西域二十五公里处 这是炎帝生活的地方 他的小女儿女娃 不幸溺于东海 后来化身精卫鸟 弃而不舍 不知疲借地 从高山上采集石子和树枝 闲在嘴里丢向东海 一只小小的鸟儿 居然敢和风浪滚滚的大海作对 而且前扑后继 不肯罢休 你以为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 中华民族正是继承了这种 我愿凭东海 深沉心不改的精神 才有了和天斗 和地斗 和人斗的不取精神 所以无论国家还是个人 无论你正在遭遇什么 我都想告诉你 眼下这点困难算什么 五千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都走过来了 这颗星球上 就没有我们迈不过去的坎儿 就算是天上出现十个太阳 我们的选择 也不是去求神拜佛 而是把太阳射下来 没错 后翼射日的故事 就发生在山西长子前聚存 他爬过了99座高山 迈过了99条大河 穿过了99个峡谷 来到了东海边 拉开了万斤公弩 搭上了千斤重剑 一口气射下了9颗太阳 直到最后剩下一个太阳的时候 那只三足金屋怕极了 他只能按照后翼的吩咐 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 继续贡献光和热 再也不敢为非作呆了 表面上听起来 这是一个神话故事 但细细一想 中国的三峡大坝 中国的航空航天 中国的青山绿水 不正是一次又一次的 后翼射日吗 环境恶劣无法生存 我们就拼命干 使劲改 最终战胜了自然 震惊了世界 你们知道美国最怕中国什么吗 就怕中国这种后翼射日的精神 那是昂格鲁萨克旭民族 最缺乏的精神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渔公移山 开篇的第一句就是 太行亡乌二山 方七百里 高万人 而太行山和亡乌山 都在山西境内 所以渔公他老人家 也是山西人 那时候的山西人 就深深明白一个道理 想要富 先修路 想修路 先移山 一旦人移不完 那没事 子又生孙 孙又生子 子又有子 子又有孙 子子孙孙无穷亏 而山不加增 何苦而不平 身为神仙的御帝 面对凡人的豪言壮语 居然也害怕了 赶紧命夸儿十二子富二山 一挫朔东 一挫雍南 自此 济之难 汉之阴 无垄断烟 那么问题来了 在西方的神话故事中 神仙何曾惧怕过凡人 西方的公主都是嫁给了王子 西方的凡人永远只能跪倒在神仙的脚下 所以他们所谓的信仰就是 对上帝的绝对臣服 甚至一张口就是 我有罪 请宽恕我吧 这是一种病态的信仰 在我们中国的神话体系之中 有牛郎之女的故事 有七仙女和董勇的故事 仙女大多嫁给了平民 无论你是妖怪还是平民 只要行善既得 努力修炼 都能够成为神仙 人和神的距离 并非遥不可及 甚至玉帝会惧怕一个小小的渔公 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 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 骨子里都被种上了两个字 不缺 对命运的不缺 对自然的不缺 对世界的不缺 天塌了 我们可以补 洪水来了 我们可以治 太阳多了 我们可以射 大海汹涌 我们可以田 大山横在眼前 我们可以移 那么还有什么 能难倒这个民族呢 请把你们的答案 打到公平之上 再说回我们山西 山西就相当于一个浓缩版的中国 中华文化从这里出发 蔓延到了九州万方 惦记了盛世中华 这里是千百年来 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 晋商更是声音满天下 所以这里的民生古迹多如牛毛 印线木塔 云岗石窟 燕门关 五台山 玄空寺 佛光殿 灌雀楼 棉山 大槐树 他们不光是景点 更是我们这个民族 一段又一段厚重的历史 长城在山西那段是最古的 关卡在山西那几个是最熊的 塞外在山西那一片是最苍凉的 豪气在山西的土地上 是最威壮的 整个中华民族的根都在这里 要想认识真正的中国 欢迎你来山西 因为无论谁来了 我们山西人都会说上一句 欢迎回家 欢迎来到我们最古老的家乡 我们最古老的家乡